英文阅读与写作这一本提普书 它总共有分成16单元 每一个单元都配合我们的大考提普书的高频率单字 跟重要的高频率文法 每一篇文章就是刚开始 就第一篇文章下面有一些单字 是我们大考提普书的单字 然后翻过来有五题的阅读测验 然后配合两个句型 这两个句型总共两个 那每一个都下面有两个立体 然后接下来exercise 这样就一篇了 大概是老师教一周的量 那总共16篇 那这16篇其实是精选的文章 那我随便我翻一个第16篇来看看 第16篇这个是讲在非洲灰鹰舞 就是我们家这一支 这一支非洲灰鹰舞 那这一支灰鹰舞的寿命 从70到90 这个其实有美国教授的研究 也有出书 下面搭配我们刚刚讲的高频率单字跟片语 然后有这个 这个蓝色字的部分是指句型 文法的部分也会套用在课文里面 好这个是五题的阅读测验 然后呢这个句型两个 每一个句型下面只有两小题 牛刀小试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exercise 所以这很简单的16回阅读文呢 可以增加学生的阅读测验能力 老师也会教得很轻松